而这个两个月前那时候 我们的新闻常常讲说 原物料大涨 原物料大涨 搞得什么都涨价 连资源回收的价格也跟着涨 好啦 现在原物料跟石油 都活活的跌了 都快要趴上来了 资源回收市场呢 也一样下降了 结果看到啊 本来大家回收了一大堆的塑胶 满坑满谷的 现在呢 通通不要了 就留给清洁队 堆在那边堆了两个人那么高 堆得比人还要高的玻璃汁 清洁队员一个一个摔破 几个月前垃圾如黄金 现在资源回收价格大跌 这些瓶瓶罐罐成了废物一样 现在量比以前还多啊 以前都大概半天就可以做完了 现在都要一天半的时间 还做得完 为什么会这么多 因为现在价格比较低啊 所以可能因为有些 因为价格很低的话 人家就比较不喜欢做回收的工作啊 回收价格暴跌个体户难生存 让清洁队员得花 至少一天半的时间做回收 做分类 尤其是塑胶类制品更是麻烦 不能掩埋也不能焚烧 就怕产生带奥心 所以只好囤积 一公斤是卖七八块 那目前的话是 已经厂商他是不愿意收 因为他没有订单 所以他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消化掉 两个月前资源回收物品 价格看窍 像是同一公斤两百元回收 现在跌到一公斤五十五元 纸类原本是六块钱 现在跌到零点五元 铁类是十三点五元 现在跌到一公斤 只剩下一点五元 塑胶是八块钱 现在是完全不收 铝是四十二块钱 跌到一公斤剩下十二元 国际原物料石油价格跌 千一把动全身 靠减破烂生活的民众 回收价格差 赚不了多少钱 现在全留给清洁队员收拾 短短两个月 让物价波动如此迅速 此一时彼一时 主任新闻陈孟辉 彰化采访报道